叶利亚战士进入尾声,但也越到最后的时刻局势越来越复杂,特别是在伊朗局势上不明朗的时刻,美国伊朗小组成立之后,直言不讳的指出,如果美军出售72小时内,可以摧毁伊朗大部分军事目标,40天内可以彻底解决伊朗,可见美军对于军事打击,伊朗还是信心十足的。 伊朗局势已经与叶利亚局势联系在了一起,在伊朗面临战争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下,俄罗斯希望快速结束叶利亚战斗,从而能够腾出手来应对中东其他地区局势。 但是在俄署发起针对伊德利普汉军总攻的同时,美军支持的反叛武装也开始发起疯狂的法。 俄罗斯卫星网8月20日报道,过去的三个月,俄罗斯住叙利亚空军基地遭到了至少45架无人机的偷袭,并且在最近的半个月内连续遭遇了15架无人机偷袭。 其中两天时间就有11架,俄美指出,虽然俄罗斯对于参与偷袭的无人机都给予了击落,但是这却是对俄罗斯造成了很大麻烦和极大的安全压力,并且发射大量防空导弹等也是巨大的开支。 俄美指出,俄罗斯住叙利亚指挥官,决定强势打击采取根除后患的办法彻底摧毁袭击者。 根据报道,俄罗斯根据无人机的信号指令等信息,确定了几个无人机发射基地,然后出动战机进行了彻底打击。 俄罗斯卫星网8月20日透露,俄罗斯出动了至少10架战机,携带了包括5枚温压带在内的多枚炸弹吩咐几个预先侦察好的地点进行了攻击。 根据报道,俄罗斯这次强势出击,完全无视了事先与美国商业的安全红线,直接进入了美国划定的红线之内,针对判军无人机发射基地进行攻击。 据报道,在攻击的过程,中美军向俄罗斯战机发出了警告,但是为了达成目标,俄罗斯直接选择无视。 俄罗斯卫星网透露,俄罗斯战机在三个判军无人机发射据点分别投掘了一枚温压带,将三个据点全部摧毁。 伊朗消息报网站透露,事后幸存的部分判军透露,俄罗斯的强势攻击导致了近百名美军军事顾问,被埋入据点的废墟中。 对于这个报道,美军给出了回应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透露,美国军报声称,有三名美军军事顾问,在俄军轰炸中死亡。 其余的都是美军培养的雇佣兵,并非美国军员,美军的回应应该是准确的,因为美军不可能进把军事顾问在判军据点。 美国培养的雇佣兵则是很有可能的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指出,俄罗斯使用温压弹这种威力,极大明显为被人道精神的炸弹是不合适的。 该网站指出在美军警告的情况下俄军继续坚持空战,导致三名美军军事顾问死亡。 这是对美军的侵犯,美军今后必要会报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